保養季寒流来袭气温流滑梯苗栗三万象 一早的低温是4.6度是全台最低温 这波寒流其实也让台湾非创伤 欧卡的人数逐渐在攀升 根据最新统计20号有71人 随着气温藏地22号统计已经来到92人 结果这三天内累计人数来到241人 一时就提醒民众应该要注意保暖 特别年长者或是有心血管疾病的民众 一旦发现身体不适 尽速就医 救护车一路狂奔 76岁老翁身上装了自动CPR装置 不断急救 火速送往 卫福部彰化医院抢救 但还是宣告不治 一早又有救护车把患者送到 彰化基督教医院急诊室 暴王级寒流来袭全台动汉级 根据统计 22日零时到23日零时 台中市非创伤失去呼吸 心跳人数高达11人 其中最年轻的只有30岁 第二多的是台北市有6件 新北市5件但救回3人 雲林县23日一早就有3件 全台统计从20日起 随着气温降低人数就不断攀升 累积到22日已经有240一件 天气冷收收还是出来走走苗栗大河社区居民 帽子羽绒衣保暖衣物穿了一件又一件 全台一早最低温摄氏4.6度 就出现在苗栗三弯箱 医师除了特别提醒年长者以及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民众保暖工作做到位 还建议最好减少外出注意身体状况 消防局也呼吁民众使用瓦斯热水器或是电热产品也要注意用电安全 如果发现身体不适应马上就医 顺利挨过这波寒流 记者林一峰 彭光雪方中城报导